第六十一集 贺年早跟着站了起来,扶住贵姐道,我送你回房。 李谦来之前,一直觉得贺年这个神仙表哥一定是有什么苦衷,这才会娶一个乡下姑娘的。 现下自己一个娇贵姑娘,千辛万苦,不顾一切从京城赶来,决心伴着神仙表哥在乡下吃苦。 只要向神仙表哥表明自己的心计,神仙表哥一定会感动的。 那个什么乡下姑娘自然只有给自己提携的份儿,若是她失去,没准不会让表哥修了她,就让她跟在身边伺候。 得空再让她耍些乡下把戏,逗着玩玩。 谁知这会儿,先是见着神仙表哥和这个乡下女人亲人,接着居然要扶她回房,不由又气又怒。 只是又想在贺年跟前装柔弱,因此又九曲十八弯,柔长百转的叫了一声。 表哥! 听着这一声感情丰富的表哥,不仅是贺年,就是贵姐儿都觉得起鸡皮疙瘩了,怪不得贺年之前一直怕这些女人。 啊! 贵姐儿正付匪呢,忽然停下,又惊又喜地叫了一声,右手却俯着小腹。 怎么了?贺年这会儿真惊着了,拿手去抚贵姐儿的小腹,问道,真吓着宝宝了? 宝宝动了,宝宝动了。 小腹上突突地震动了一下,像是有人在肚子里握着小拳头,画个半圆打太极一样。 贵姐儿感觉肚皮上一圈涟漪,不由激动的不行,哇呀,第一次太动了,四个多月的宝宝这会儿正在动呢。 贵姐儿感觉到肚子里的动静,猜测小宝宝或许本来睡得正香,结果被人尖叫一声吵醒了。 这会儿伸懒腰,打呵欠,划拳已是抗议了呢。 宝宝会动了? 贺年也激动得不行,正想再摸摸贵姐儿的小腹,见李谦处在一边,碍眼得很,只得放下手,有些信信然的道,咱们回房去。 贵姐儿站着不动,期待宝宝再一次伸懒腰,等了一会儿却不见动静。 这才一脸遗憾的抬脚就要走,贺年却忙扶住了,主道,慢点走,看再吓着宝宝。 贺年扶着跪脚,经过李谦身边,见她一双眼睛,似怨似非地看过来,不由停下脚步,面无表情的她。 表妹,下次再看到我跟你表嫂在亲热,千万不要尖叫,还有,记得非礼物事,速速回避,记下了吗? 表哥! 李谦这回雨呆哽咽,极是柔弱无助。 贵姐儿暗笑得内声,决定回房要好好地打上贺年,以此鼓励。 一回房,贺年迫不及待地就把耳朵去抚在贵姐儿的小腹上,想听听宝宝在里面有动静没有。 结果,只听到一阵肠胃的击步声,不由喃喃地,怎么不动了? 话才说完,贴在小腹上的耳朵一小阵阵的,这下比贵姐儿刚才还要惊喜,只摒弃宁神地感觉着。 动了,又动了。 贵姐儿一手抚在小腹上面,一手抚着贺年的头,笑得合不拢嘴的。 两个调皮质呢,估计也是一个动完,另一个接着动。 又等了好久,两个宝宝却不再动了,贺年摇摇头道。 可能睡熟了,候着他们睡了,我们是不是…… 贵姐儿还没硬化,却听秋燕在外头道。 表姑娘求见。 怎么回事啊,追到房里来了。 贵姐儿瞪一眼贺年。 皮相害人呢,看看,人家小姑娘还不死心,这会儿又来了。 让她在小厅里候着,我马上出来。 贵姐儿见贺年一脸无奈的表情,也知道这种事怪不得她,吩咐秋燕的。 给表姑娘酸好茶。 礼她作甚。 贺年眼见又不能跟贵姐儿亲热,欲求不满之下,极是不耐烦,哼哼着说。 不是刚在园子里见过了吗? 怎么还来? 或许是表姑娘道歉来了。 贵姐儿想着李谦,毕竟是贺太太的侄女,自己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而且线下是在乡下,自己还能以地头蛇的优势压她一样。 若是线下是在京城,只怕自己还得跟她陪小心呢,这会儿其实也不易太过得罪她。 贺年不想见她,自己可不能不见。 见贵姐儿出来了,李谦这回到正眼看了一下贵姐儿了,带笑道。 刚才挨在园子里,确是我唐吐了,没下着表嫂吧。 说着不带贵姐儿回答,已是示意旁边跟着的丫头把一个锦盒递过去,让丫头在贵姐儿面前揭开了盒子,看着贵姐儿道。 我自知吓着表嫂了,这两只钗子就送给表嫂添妆,也是赔礼的意思,还望表嫂不要嫌弃。 好啊,接近不了贺年,就来接近我,先跟琴迪做朋友,然后再司机下手。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调整了方针,小姑娘好头脑嘛。 贵姐儿这回,倒觉得李谦不简单了,她在园子里那么尖叫一声,只怕就传到贺太太耳边了。 不说她会吓着自己,只要说她吓着自己肚子里的宝宝,贺太太也不能偏着她的。 她这会儿跑来讨好自己,又陪礼又送钗子的,贺太太知道了,也没话说的。 自己若是应对不妥,只怕立马就让人反应过来,觉得京城里来的姑娘无论是风度还是胸怀,确实比乡下的自己要胜一筹。 这样一来,自己就落了面子了。 贵姐儿一边想着,一边落落大方向李谦道了谢,这才令邱雁接了锦盒。 李谦见挑不出贵姐儿的毛病,又道。 这虽是乡下地方,但表嫂的头饰却简朴得过了,不若这会儿就把钗子插上,也添一分颜色。 李谦不说,众人还不觉得什么,他这么一说,他身边两个丫头马上朝贵姐儿头上瞧了瞧。 剑只插了一只玉簪,瞧着也是极普通的货色,倒生了轻视的心。 贵姐儿见李谦当着众丫头的面前,说自己没什么头饰,让人省觉自己是一个乡下姑娘,没什么陪假,带的东西不上台面。 所以有些不快,却不好说什么,反笑道。 相公不许然扮得太过妖艳,我自然得肃淡些。 秋叶,把东西好生收起来,毕竟是表姑娘一片心意。 哼,明明没什么头面,还装作爱肃带。 李谦只觉得自己摸进了贵姐儿的底,心里冷笑。 哼,没眼力尽的,这两只钗子可是京城里最新的款式,你竟然不带上新鲜一下,就把它搁起来了。 哼,这里是乡下,你在苏丹野城,若是将来回了京城,就你这样子,走出去不被人笑话才怪。 小样,看你得意的,小年可是交给我一个白宝袋,要什么首饰没有,若不是咱低调,还真想拿出来显摆显摆,瞎你一下,让你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哼。 小护千金 作者,一壶好茶 主播,甜心 贵姐儿暗翻白眼,脸上却不动声色。 李谦见贵姐儿沉默了一下,以为刺中贵姐儿的死穴,心里舒爽了一些,决定再次深一些,让贵姐儿今晚睡不着。 好,于是,又笑道。 贵姐儿论起来,却是要数表嫂家世最是一般了。 若是表嫂再如此素淡,难免让人看清了,与表哥脸面却不好看。 我这次倒是带了许多首饰,也带不了那许多,表嫂得空到我房里,再挑几件吧。 嗯,先用家世压人,再用钱才压人,看来是务必要压得我这个表嫂低她一等,她方才作罢吧。 贵姐儿见李谦说话间,刚刚在园子里看见自己那丝轻视,又有些掩饰不住了。 寻思着,她不知道要在此地住多久,若是住上几个月,自己还要天天见着她,任由她这样放肆下去,却不利身心愉快。 其实,若要耍嘴皮子,李谦自然不是自己的对手,只是自己现下是贺家的媳妇,李谦却是贺家的亲戚,有好些话就不便说出来。 爱着贺太太的脸面,自己也不能给李谦脸色看。 贵姐儿不由有些纠结,却说贺年在房里左等右等,不见贵姐儿进去,渡着李谦可能还没走,心里不耐烦,接了帘子出来,恰好听见李谦说的话,不由哼了一声道。 表妹,我的脸面倒不用挂在你表嫂的装扮上,你费心了,你表嫂有了身子,不亦会客太久,你前头玩去吧。 表哥 李谦见贺年出来了,心中一喜,又差点把贵姐儿忽略了,声音软糯糯的黏人。 贺年不等他喊完表哥两个字,已是眉头一皱的,你身上的味刺鼻得很,小心熏着你表嫂,他可是有身子的人,惊不得杂味。 说着就从椅子上扶起贵姐儿的,快回房去,小心熏坏你。 我这用的可是京城里最好的胭脂,博香醉人,这么一下子成了刺鼻的杂味了。 李谦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眼眶已是红了起来,他刚从园子里回到房里,忙着沐浴完,穿上京城最实心的衣裳,拿出京城最好的胭脂,薄湿粉袋,精心打扮。 茶也没来得及喝一口,就忙忙拿了钗子来跟贵姐儿赔礼,他容易吗? 快打开窗子透气,让这些味快点散走。 贺年护着贵姐儿让他回房,自己却只会丫头开窗子,面无表情地对春莺和秋燕说。 你们姑娘是个好欺负的,没想到你们也是木头人,这么大的味儿飘着,没一个人说话。 春莺和秋燕虽然被责骂,却觉得痛快得很,忙着去开窗,一面悄悄相视一笑。 不要说这个表姑娘了,就是跟着她的那两个丫头,也是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 在听着表姑娘那些话,她两个早气坏了,只是主子说话,他们还不能随便帮嘴。 姑爷冷着脸出来这么说几句话,却觉得解气得很。 贵姐儿跺到房门口,回头看一眼里去,见她还待在当地。 一副寻然欲气的样子,分外可怜,不由暗爽。 嘿嘿,叫你说什么,我肃蛋了,小年没脸见人了,嘿嘿,看小年不教训你才怪。 表哥。 李千忍着委屈,又叫了一声,抬眼见跪脚回头看她,似是面有得瑟,泪水不由滚了下来,哽咽着道。 人家天里迭通要看你,你居然联合了外人来欺负我,我告诉姑姑去。 金里千哭着往外跑,贵姐儿停住脚步,正要说些什么,却有丫头来道。 方奶奶来了,快请进来。 贵姐儿一听,是干娘董事来了,盲松开贺年的手,迎了出去。 哟,你挺着一个肚子,就别出来了,小心门槛 董事特意拿了好些小衣裳来给贵姐儿,笑着挽住贵姐儿的手道 这几件衣裳是文姓媳妇先头做的,已被几个孩子穿过了 这几个孩子全撞见着呢,正是一个好一套 我特意拿了来给你,你先压在枕头底下,戴得这几件小衣裳有了你身上的气味 我再来拿了去妈祖庙里起一下符,以后你的宝宝穿上了,也壮壮渐渐快高长大 贵姐儿笑着的 我婆婆到咱们乡下这些事儿倒不大知道的 一过了年,我娘就跟了我爹到广冲县去了 现下午有事儿,都要劳干娘费心了 自家人,说这些做什么 贺年见是贵姐儿的干娘来了,忙上来打个招呼,又留吃饭 运见贵姐儿和董事聊得兴起 自然不能硬拉着贵姐儿进房里去继续那被打断的清热戏 只得往前头去了 董事见贺年出去了,笑跟贵姐儿道 你家这个小神仙对你倒是不错 脸带着对我们也磕起得紧,难得了 前头听几个小媳妇嘀咕,说她老是脸无表情 照我看呢,她只是见着大姑娘小媳妇才会这样 对我们这些老人家倒不会 这也不能怪她 只怪那些大姑娘小媳妇见着她竣成这样 就吓死裂地瞧她,自然瞧得她不舒服,这才板起脸来的 呃,对了 刚刚我进来时,碰到一个打扮亮堂的姑娘抹着泪跑出去 身后两个丫头追在后头喊 这却是怎么回事啊 贵姐儿听得董事相问,便把刚才的事说了 董事听得李谦的言行 正媒的 贵姐儿,你可得想法子啊,把她送走 要是留她在这儿,终是一个祸害 我也这么想 贵姐儿叹了一口气的 不过,她有些话说得虽然过分,却也是实话 我爹虽是县令,在何家亲戚们看来,自然是芝麻官,不值一提 董事此来,却另有一件事,要跟贵姐儿商量 这会儿道 贵姐儿,自打用了你做的那个膏子,我别的都用不惯 上回送了一盒子给人,人还来寻,都说好用 又说,说有卖的,贵一点也要买 我寻思着,这门生意倒是做得的 便来问你一问,可有兴趣 贵姐儿先前上京城时 殷童孙小丝学掏腌制 回家时见着山坡有孙小丝所形容的那种香花 便摘了香花 买了市面上粗制的腌制混在一起 想倒腾出一种好用的腌制来 后来在炉子上烧开了水 收集锅盖上的水蒸汽 代替蒸馏水取蒸腌制渣子 又把渣子用纱布割干净了 掏得极干净 倒腾来倒腾去 倒在粗制腌制的基础上 倒腾出一种上好的腌制膏子 抹上脸时极易化开 颜色又鲜艳 送了老娘和干娘并几个嫂子用 都说好用 说白了就是腌制在加工而已 技术含量并不算高 倒容易操作